和导电视号EV不一样的电视台 整理报道 中国比缺心更可怕的是什么 制造业命脉不在中企手里 中企毫无抗争之力 工业机器人是智能制造业的基石 也是制造业上的皇冠明珠 甚至比芯片还重要 不过遗憾的是 中国虽未自2013年开始 就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 但钱却仍旧是被外资赚走 外资四大企业 发纳科 库卡 ABB 安川电机 垄断了中国机器人产业 70%以上份额 根据华创证券数据 当前我国工业机器人 国产化率不足30% 国产龙头企业市占率不足3% 在部分高端工业机器人领域 比如应用在高端汽车 芯片 电子领域的六轴多关节机器人 四大家族甚至直接霸占了 超过90%的中国市场 国产玩家几乎毫无抗争之力 值得一提 全球家电最赚钱企业美的 把工业机器人四大家族之一的 库卡收入囊中 极大推动中国工业机器人的发展 美的在收购库卡前的一年里 就已经开始不断在二级市场上 悄悄吸纳库卡的股份 这样做即降低了德国人的警惕性 也避免了价格的过快抬高 但相较而言 日本才是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 最有实力的玩家 只收购一个库卡不足以让中企与之抗衡 日本发纳科 Fenix则更是早在2008年 就成为了世界第一个突破20万台机器人的厂家 市场份额稳居全球第一 该公司还独占中国14%的市场 早在200年 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出口国和生产国 这还只是日本恐怖的机器人产业实力的一部分 更为可怕的是 日本还垄断着工业机器人上游生产的核心零部件 日本发纳科是世界上最大的专业疏控系统生产厂商 安川则是全球最大的点击制造商 以精力减速器为例 它是机器人关节的主要组成部分 占机器人整机成本近40% 是最核心的零件之一 被称为机器人皇冠上的明珠 这一领域也同样被日期垄断 反观中国 在核心零部件方面 目前国内约85%的减速器 70%的次服电机 超过80%的控制器市场都被国外品牌占据 高端产品线更是全面失手 多处空白 现阶段 国产工业机器人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可靠性问题 国外机器人的核心竞争力的是 能够连续稳定运行几万十几万小时不出问题 但国产机器人往往连几千个小时都达不到 不过 幸运的是市场站在中国这边 从2013年开始 中国就是全球工业机器人第一大市场 2016年 中国的机器人安装总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世界第一 数据显示 未来五年 中国机器人市场年均负荷增长率约为15.80% 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463亿元 对中国而言 发展工业机器人还具有战略意义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 机器人替代人工将成为主流 上世纪70年代日本机器人产业崛起 也与人口发展趋势息息相关 受新能源汽车 芯片半导体等新产业带动 国内2020年工业机器人产量累计达到23万台 同比飙升19.1% 12月单月更是突破了2.9万台 创下历史新高 中国企业仍有机会大有作为 甚至上演逆袭日本的奇迹 谢谢收看 来源 华商套略巴图海 原标题 比缺芯更可怕 四大外资 垄断中国制造业命脉 终起毫无抗争之力 整理报道 和导电视号EV